大家好,來到星期日 星期日表面上有很多場賽事 實際上有很多發竹杯、英竹杯等 真正聯賽來說,西甲和蒲超集中比較多 我這次介紹這幾場賽事主要是西甲賽事 先講頭關,選擇星期日十九場 西維爾主場對馬德利會作客 這場賽事我會選擇的賽事比較好 主客和的和球2.95倍 事實上這場賽事開出來也是一個平手盤 表面上馬蒂會低水少少 但其實這也沒有什麼代表性 因為我相信到時開賽前來說 這些賠率也會有所變化 不過始終也是一個平手盤的賽事 我看不出兩隊球稱不到哪一隊高低 事實上近況來說 西維爾就很出色了 大家可以看到 十場主場全勝才失四球 當然了 過程中也夾襲著很多其他 比如歐巴杯 甚至乎一些比較弱旅的賽事 西杯那些 難以作得這麼準確 但是反過來 你說馬蒂會 其實來說 事實上 他也夾襲著其他賽事 不過總體來說 就輸了一場球 說回聯賽來說 其實大家積分就很近了 根本就差兩分球 本身來說 西維爾和馬蒂會 我相信他們站在2-3-4位 問題不大 這場球 馬蒂會來說 在聯賽輸了一場球 是否來到這次 會贏到西維爾 或者是和波呢 我個人都傾向 和波的機會比較大 相反西維爾想贏馬蒂會 也不是那麼容易 加上來說 他們接下來的賽程 大家都有很多 即是說 西杯聯賽要踢的 我覺得來說 今次 季後回來 大家再對雷過了 而事實上 西維爾這場 也算是 對著一隊 比較上來說 近期來說 比較硬正的對手 我相信 他要贏馬蒂會 也不容易 所以來說 今場球 我覺得 和的機會都相當樂觀 我會選擇主合和 比選擇讓球走盤 有2.95倍 我覺得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